有请电视剧《新环珠格格》当中 小燕子的扮演者李胜 我是李胜 其实最打底的 我小时候的性格跟小燕子还真是特别像 就是很乐观 然后很倔强 然后不服输 我是一个很怕浪漫的人 就是比如说以前小时候 女生都会憧憬的白马王子 什么捧着花或者在你的宿舍楼下 摆一个什么蜡烛的心形之类那种 我遇到这种场景我就会很尴尬 其实她的形象一直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男人的形象 就是我一直觉得男人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就是很有男人味 然后带一点不羁 然后带一点沧桑感 然后就是线条是比较硬汉的那种感觉的 只好每一天守在风族人那风而醉 从而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 只好每一天守在风族人那风而醉 从而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 特别要介绍的是李盛氏歌声传奇节目 开播以来 第一个来到舞台上唱歌的非专业歌手 所以我们要特别鼓励他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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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没有人能够体谅我 那爱情究竟是什么 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 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 在我心头 在我心头 多少年以后 云人说 爱情这东西 不会长久 也许 也许她曾经很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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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今夜不再有 过了今夜我将不再有 过了今夜我将不再有 也许今生注定不能够有 眼看还去一次照顾 只有汗泪让她走 她的背影 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 虽然每天守在风中 人那么完全 从来能够让我想起 我去算你的感觉 只好每天守在风中 让那风吹 风暗能够让我想起 我去算你的感觉 只好每天守在风中 让那风吹 风暗能够让我想起 我去算你的感觉 只好每天守在风中